杨建宇一诗 我们的隐言人是洪安 洪博士,请你做隐言人 对不起,我现在是第一次认识 但是我看到你穿了红色的衣服,心情就非常愉快 在我们周里面,这属于情智的欢迎 跟情智有关 我相信你带给大家很多心情的愉悦 所以我们向你致敬、致谢 你今天来给我们讲的题目是在哪? 有吗?要打出来啊?应该有啊 你有没有人知道? 我没有带,我忘了拍个做事 他没有那个资料,所以不能打出来 不能打出来 他今天主讲的主题是中医自然疗法 这个隐言人很重要 要把这个主讲的讲得非常神奇 非常能够对人类的贡献很大 但是,平良心讲,这个是一个隐言人 如果讲错话,那等于对我们这个主讲人是一个侮辱 是对不狠、不礼貌的事情 不如由主讲人自己来讲更精彩一点 大家说好不好?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隐言人 看出来我们隐言人的智慧 其实财照没拿过来 但是隐言人做了一个良好的介绍 因为可能课件没有转过来 其实这个课件在网上可以搜到 我想,因为十分钟嘛 一一讲课件没有什么具体的误言 这个意思 我想说两个概念 第一是 自然疗法在我们的人类健康中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有很多人对自然疗法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大概我在八十年在上大学的时候 当时在流行一个电视剧 全世界在流行一个电视剧 日本拍的电视剧 有一个电视剧叫《血液》 就是治白血病 治白血病的时候 其中他们日本的一个大学的教授 就说了一句话 其中那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我是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那个大学教授就说 那些草根、树皮怎么能吃病呢? 当时我就对他们这句话 是坚决的反对 我坚信草根、树皮能治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吃着草根、树皮长大的 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于自然 我们的用、我们的持穿住行 完全持续自然 我们的生、我们的死 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既然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来源于自然 用我们的内经的一句话叫做 道法自然 既然我们是道法自然 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用自然的疗法 来干预我们自身的自然体的健康呢? 比方说今天你饿了 你吃的是什么? 馒头 馒头从哪来的? 就是自然界的草 是草的种子 那我们的鱼老师一会儿会讲 他讲的东西从哪来的? 从自然界来的 从海洋中来的 饶的鱼 饶的海产品 说我想说的是 我们有好多好的人 对我们的自然疗法有偏见 他认为这个疗效不缺切 这个疗效很可能是幌子 我想说的是 他们大错特错 包括我们的董大师 刚才我们讲的 用手法通过学位的治疗 实际上也是自然疗法 而这个自然疗法的疗效 被世界广泛的认可 但是被有一些反对我们的人 认可这个疗效 不认可我们的理论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学过西医的同志 都知道 我们所有的院外的即兴的 院外的抢救第一时间 拍拍他的脸 叫叫他的声音 通这儿通这儿 先生先生你说 然后发现了给他做人工呼吸 然后给他胸外按摩 这个疗法 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疗法 这就是标准的自然疗法 我说自然疗法 在我们人类健康中 它是第一位的 当你的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 这是最起门的第一世界的抢救措施 在我们遇到慢性疾病的喀布的时候 自然疗法的优势远离现在的化学疗法 它的优势要多得多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在这种按摩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一个最常用的疗法是什么 掐人中 掐人中是什么疗法 第一是自然疗法 是标准的中医疗法 但是我们很多人 为了把我们的中医的色彩抹去 把掐人中当成了什么呢 把掐人中当成了我们普遍能掌握的常识 而不强调是我们的中医的自然疗法 比方说掐人中 即使掐人中 它里面也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技巧 而不是随便掐下足够 我想说的是 让我们大姐对自然疗法 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很多人 在做自然疗法的过程当中 没有对每一种的自然疗法 进行深入的研究 而是提议 一个人掌握很多种疗法 我们现在 最简单的最普及的疗法 比方说猪疗 猪疗这么一个简单的疗法 如果你一个人把它掌握好 你至少需要掌握 两门学科的知识 第一是医学知识 医学知识里头 包括中医和现在的物理医学 最小的问题 最小的问题 你要掌握到物理医学的信息 和我们中医的基本的 诊断和医学知识 这是第一个 知识准备 第二个 你至少 你至少要了解人体的物理医学 你要用什么力 你用完力以后怎么样 你要知道它是怎么样 如果你不了解 你这个疗疗 效果一定达不到良好的效果 我们现在可能在座各位 都普遍的 普遍的都去做过疗疗 那些简单的那些治疗师们 就直接问你 例如你懂怎么样 然后反复给你扯一些 好多的乱花的东西 事实上 一个优秀的治疗师 不用你说话 他通过我们中医的望文问切 他通过他掌握的解剖知识 他通过他的临床实践 完全可以 扶助你 协调治疗 要康复你的著作的脉上面 并且他在治疗的过程中 一定是很贤俗的 不需要反复的去问你 有的治疗师 学完治疗学按摩 学完按摩学振救 学完振救学火疗 最后还要努力去考贴医师 这种屈服的 偏于掌握各种自然疗法的人 我不认为你是一个自然疗大使人 如果你在你的医疾治疗上 做出你深度的研究 拿出你良好的良效 你一定是我们自然疗法的大使 谢谢 谢谢 非常谢谢我们 要一起做近期的演唱 谢谢 coloca